这是孝庄将索尼绑在自己船上的巅峰操作,更是索尼迎刃许久终于等到出手机会的关键时刻。 因为这次操作,敖拜遇到了真正的对手,因为这次操作,康熙终于实现了轻正的梦想,也是因为这次操作,让我们充分见识了孝庄的帝王心术。 朝堂上,索尼称病在家,不问政务,厄碧龙站位摇摆,谁的势力大,谁就是自己的主子。 舒克萨哈虽然有康熙皇帝的支持,敢于当朝弹劾敖拜,圈地结党,但孝庄为了压制动乱局面,保证朝局稳定,不得不借舒克萨哈的人头赢了几个月的和平时间, 可敖拜的势力日渐扩张,甚至达到了把控朝政号令天下的恐怖地位。 严谨于此,孝庄决定出手了,决定轻赴索尼府邸展开一场权力的游戏利益的交换。 只是,索尼府邸门槛高,孝庄只是一顶小轿子出行,前门后门都不得进,孝庄指得命苏玛拉姑拿着自己的拐杖扣门。 果然,见此拐杖就知道孝庄下临,索尼府邸中门大开,索尔徒帅家人集体出营。 进入中院,索尼跪地等待。 当时天下,孝庄绝对是站在权力巅峰的霸道人物,他的驾铃绝对是所有臣子的至高荣幸, 不管真心与否,都必须拿出十二万分的忠心真诚和诚惶诚恐。 好了,交易正式开始,一场只能靠猜的对话来了,我们一句一翻译,尽量领略这段语言艺术的巅峰。 怎么样啊,病好些了吗? 你一直称病不吵,不就是等着这一天吗?现在我来了,你的病该好了吧。 索尼到底是位老江湖,哪能听不出孝庄的言外之意啊? 有劳太皇太后惦记,老臣有罪啊,眼下正是朝政忙碌的时候,老臣千不该万不该,在这个时候病倒了。 不过太皇太后驾到,老臣神清气爽,老臣这病啊,只怕该好了。 前面的话不用听,常规的俗套礼数而已,后面这句老臣的病该好了才是重中之重。 索尼的意思很明确,就是在告诉孝庄,您说的对,我就是这个意思,开出价格请我出山吧。 可讨价还价的关键在于掌握主动权,就这件事情而言,谁先开口名言,谁就失去了主动权,就只能被动接受对方的价码。 所以,孝庄明确了自己的意思以后,没有更进一步,而是往后退了一下。 是啊,不过这上了岁数啊,总有个不舒坦的时候。 逢急,好生调养着吧。 你误会了,我只是来求病的,并不是来谈交易的,你的长期规划可能要落空了。 可索尼清楚当前朝局的状态,她知道孝庄已经到了不得不和自己合作的时候, 所以索尼一点不慌,只是提醒了孝庄一句。 太皇太后,您要保重龙体啊。 啥意思,您能自己对付得了敖拜吗? 小庄一听这话,明显有些不高兴,言语中甚至带出了怪罪。 是啊,咱们大伙都该保重。 你知道,这朝廷是国家的,可这身子骨呢,是自个儿的。 好啊,你不愿意出山,心中没有朝廷,只有自己,那你就继续养病吧。 眼看这场交易叫谈崩,索尼赶紧缓和了语气,及时将局面挽回。 是自己的,可他又是朝廷的。 是啊,没错。 您误会了,鬼根到底,我的身体还是朝廷的。 不仅如此,索尼还赶紧解释了只顾自己不顾朝廷的无奈。 太皇太后啊,老臣实在不想病,可有时候,不病不行啊。 朝廷纷争,索尼不愿卷入争斗,只能撑病在家,躲避灾祸。 可孝庄清楚索尼的真正规划,他等的就是自己前来拉拢,等的就是自己带着大价钱前来收买。 所以,孝庄直接点破了索尼的小心思。 我看你啊,是个老狐狸。 既然话都说破了,那就不再装了。 索尼也直接亮明了自己的态度。 老是老了,病也病了。 老狐狸,可只要你太皇太后一声吩咐,那也是头下山虎啊。 来吧,开出你的收买价码吧。 只要价格合适,我的病立马就能好,而且马上就能恢复下山虎的状态。 佛党杀佛,鬼党收鬼。 行了,一切铺垫完成,双方合作已经达成了初步异象,价码出现了。 呦,这不贺舍礼吗? 是啊,是啊。 呀,都长这么大了。 哎呦,太皇太后啊。 老臣在病中端汤倒水的,可孝春啊。 见到贺舍礼,孝庄立马明白了索尼的意思。 而索尼则更为直接,没什么谦虚谨慎的表现,直接称赞自己的孙女孝顺,进一步暗示孝庄,这就是我的架码,这就是我答应你出山对付奥拜的条件。 当然,贺舍礼也绝非等闲之辈,这是索尼和索额图用心培养了十几年的专属人物,一切都朝着进攻的方向指引。 哎呦,这可真是女大十八变呐,读过书吗? 祖父请了家教和哥哥们一块念书。 啊,这就好,谁说咱女人不该读书啊,要我说呀,不但要读,还要学贯古今。 好女子不让须美。 祖父也是这样教导我的,说,太皇太后年轻的时候, 就是大清低财你。 要想进攻,必须得到孝庄的首肯,要想丰厚,更要得到孝庄的高度评价。 贺舍礼之回应,索尼之教导都说明这场交易早就在索尼的计划之中。 要想合作,信任是基础,孝庄想要拉拢索尼,就必须先确认索尼的中心。 索尼清楚这一点,那就想办法自己证明。 有了贺舍礼的铺垫,索尼可以表明自己的中心了。 好了,一切条件都满足了,孝庄彻底放心了,可以开出架码了。 上次给贺舍礼一串珠子到底什么意思?索尼心里也没底啊。 毕竟索尼原本的打算是想让朝廷重用自己的儿子所额图,可现在看来,孝庄是打算重点培养贺舍礼,只是这个重点培养是打算将其赐婚皇亲贵胄,还是直接带进宫,赐给康熙为妃嫔呢? 所以索尼隐晦地给出了一份。 太后太后啊,那串珠子您带了多年,您给他。 您能不能直说,到底什么意思?好了,来听听孝庄的回答。 皇上现在呢,正是龙姓出城,正值青春茂盛的时候,该打婚了。 我呢,老想给他找个可心儿的人。 没成想啊,今儿啊,我看上你这个贺舍礼了。 你啊,干脆让他进宫吧,你放心,我会啊,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孙女一样,疼他,不让他当贫妾,也不让他当妃子,直接册封为正宫皇后。 刺婚康熙,册封中宫,这是索尼整个家族的荣耀,将从根本上壮大索尼家族的朝堂势力。 除此之外,索尔图和索尼的身份也水涨船高,从纯粹的臣子变成了拥有特殊身份的皇亲国戚。 一句话,孝庄没有开出任何架码,只是给予了一份恩典,但这份恩典却将索尼家族牢牢绑在了自己的船上, 逼着索尼就算为了自己的孙女,也一定会将严重威胁皇权稳固的敖拜视为死敌。 这个恩典远远超出了索尼的计划,叫之朝廷重用索尔图, 叫之贺蛇礼成为后宫妃嫔,孝庄直接将贺蛇礼册封为后, 让索尼大胡这笔买卖赚大发了,那还用说什么,直接下跪谢恩吧。 臣接一职,太皇太后,太皇太后乃我家,安重如山。 很快,索尼就会重归朝廷,就会扮成一只威力无边的下山虎, 奥式朝堂立压傲拜,保证康熙皇帝能够顺利新政。 孝庄崩世后,康熙皇帝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评价, 舍无祖母太皇太后,断不能有今日成立。 就此来看,康熙皇帝所言非虚,孝庄确实成就了一代英明帝王, 并奠定了康熙朝乃至整个大清朝蓬勃发展的绝对基础。